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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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Hidy 之前和媽媽去大阪 我沒有拍一個很完整的Vlog 但是有些特別的行程 我也有拍下一些片段記錄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看呢 超級無敵好天啊 我們去了聖美寺 為什麼會來這個寺呢 就是因為 它有很多這些娃娃的 上次在東京 就和媽媽去了 豪德寺 就是招財貓 這次就是來這裡 這裡是有入場費的 一個人呢 就是500日圓 它的位置在山上 所以是很舒服 空氣很好 然後有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就是這裡 有得吸一個類似明信片 是有不同的站的 這裡是第一站 你吸完全部 就會變成了一幅畫的了 跟回它的位置 放進去 然後 就 吸人 第一個 就是這個樣子 一起看一下 最後完成品牌是怎樣 連在這個湖的旁邊 全部都是啊 沿著的膊位 一直都沒有斷過 有不同的排列方法 去聖美寺的交通不難的 搭大阪地鐵 御堂根線 就可以直接去到 機面宣營站 然後轉巴士 但是怎麼知道平日 只有三班 我坐不正 所以最後就搭了的士 大約三四千日圓左右 數量真的超多 超可愛 有沒有一種千雨千沉的感覺 好棒啊 好棒啊 好少人 然後很寧靜的一個地方 最多人拍的 當然就是 這裡 超級澎湃 是有大有小 滿滿都是 它不只是這一格的 是整條路 整個樓梯位 充滿著 超多啊 可能就是因為 錯過了巴士的班次 人流非常之少 蔡雍失馬 胭脂非福 任影不生氣 前面的人告訴我 原來遺漏了一個 這個是3號 一會兒要回去再吸 現在這個 就會開始出現他們的輪廓 以我所知 這裡是祈求勝利解除 騙運 但我覺得整個環境 已經是人潔地靈 後面這些是可以許願的 但我覺得有點複雜 而且要回來環神 所以我決定最後買一個 這些 是掛來的 就是元老一路看到很多很多 那些 後面是有一張紙的 但我想我應該都不會看的了 又不小心skip了4 這個是5 不知道這樣印出來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呢 好可愛啊 它開始成型了 終於找到你了 這個4號 先放進去 然後呢 吸進去 有個樣子啊 完全是無處不在啊 連這個多寶塔的下面 所有的欄杆 都是他們的蹤影 這個圍著它 都好可愛啊 然後連樹的洞 都不放過啊 它是剛剛好突嵌地 塞了在這裡 前面這裡有一顆 是指揮著他們全部的感覺 好有故事感啊 雖然由大阪的市區來這裡 是比較遠的 要過幾小時 但是呢 真的超舒服啊 這個環境 然後又比較寧靜 沒有森寨橋那些那麼多人 大家如果去大阪 已經有很多地方去過 不妨可以走遠一點 去周邊的景點 例如這個聖美寺 都不錯的 這裡我想 走到大約一個多兩個小時 慢慢走的話 然後拍照 周圍參拜一下 然後感受一下 靈氣 是非常之好 還有沿路是看到很多 壽球花的花枕 所以七月來的話 應該會超美 它在壽球花旁 這三粒 走走走就回來這裡 2號 可以補給它了 填上黃色 一會兒剩下6號 這樣就完成了 帖卡了 最後 蓋上這個6號 在店裡 這樣就完成了 整個帖卡 哇 好漂亮啊 真的 這個玩法都很開心 最後還有一個是 Lego 之後 在這裡逛逛街 然後買了一件T恤 就可以出去等巴士走 回到梅田 下車之後 看到有一間是立食的壽司 好可愛啊 你想點些什麼呢 就是這樣拿個牌子 然後就放在這個兜兜 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會進來呢 就是因為 這裡有200日圓一隻的生蠔 神經病 10元一隻 超值 很大 我們又要點了兩隻 這次又點了媽媽 覺得這個很好吃 是一個蔥成甜的味 還有另一個呢 是一個醋 然後還不斷點點了幾件壽司來吃 好吃啊 10元一隻 神經病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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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十點 我去了一個沿路很多瀑布的地方 這裡附近是龜船神社 那我呢 是7點半左右出門口 然後轉了三層的地鐵 兩層的巴士 在現在走20分鐘山左右呢 就會到我想去的目的地 帶媽媽吃流水麵 以我所知 如果是最旺季的時候 要排兩個小時 所以為什麼我寧願早點起床 早點過來爬山呢 我寧願做第一批吃呢 都可以之後一直慢慢走 除了流水麵 貴旋這裡是很出名 夏天有這種 村床料理 就會存在瀑布上面 去吃一些不同的套 不過走多一點點 吃流水麵的體驗呢 好像再有趣一點 而且便宜很多 所以呢 就繼續攻上去啦 我們 所以來這裡呢 要記住穿球鞋 還有呢 就算夏天也不用怕 這裡的天氣是很涼的 在這個六月呢 外面還是很濕 很曬的日子呢 現在這樣是不會出汗的 走了十五分鐘上來 我們應該差不多到了 十一點才開 現在呢 已經在排長龍了 排了十分鐘左右 差不多就可以拿手了 然後一會兒會經這個樓梯 下面吃流水麵 流水麵是2000日圓一個人 然後這個線呢 就是醜了 我們排第十六 現在來到等候區 前面呢 就是流水麵的位 那一會兒就會在旁邊那裡 叫號碼 然後再在前面那裡等 然後就可以去吃的啦 店員講解的時候不懂日文不要緊 因為會有中文版可以看 然後整個過程是要和時間競賽的 每個人有一杯冷麵汁 芥末和甜品 接著職員就會告訴你 每組客人是哪一條水管 要手起刀 看到麵來就夾起了 因為錯了是不會補回的 然後整碗麵的份量大約是拉麵左右 分開一柱柱這樣來的 最後你會看到粉紅色這一柱就完結了 坦白說流水麵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純粹這個體驗比較特別 還有不是很多地方有 吃完之後我們就到處逛逛了 如果是紅葉季節 我想這裡會更加更加美 不過紅葉季節就沒有流水麵 還有沒有這些村床的料理 所以呢 都應該是要取捨的東西 在桂船這裡有一件東西叫做水尖 應該是日本比較少有的 現在上面就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走過旁邊 就算不懂也不要緊 它是會有教你怎樣做的 走的時候我們就搭了另外一輛電車 其中一段大約分幾兩分鐘的路 是很有名的 因為在紅葉季這裡是一個紅葉隧道 兩邊是充滿著紅葉是超美的 但是就算現在不是紅葉季 我覺得是有一種森林隧道的感覺 都很漂亮 如果是傍晚來 下面的燈會亮起 應該會更加有一種神秘的感覺 早上的七點半 我已經來到木津市場 但我不是最早的 這間很出名的海鮮丼專門店 已經是大排長龍 所以我就果斷放棄 不過八卦都看一下 這麼多人排 究竟有什麼 這麼吸引 它的海鮮當飯有多划算 3000日圓 就有海膽 然後之後 有三文魚子 拖羅 難怪得這麼受歡迎 它的格局有點像福岡的魚市場 都真的是街市形式 也有些店舖是賣魚三片的 已經包好了 給大家看看一隻蠔 超級型 這個賦美丸 我在香港也有吃過 它便宜很多 嘩 很棒 怎麼辦 吃哪隻蠔 真的有很多選擇 唯一的缺點是沒有餐廳 可以去附近公園 或者拿回酒店吃 嘩 全部都好像很好吃 還有甜蝦 還有赤貝 正 這個是馬上開的海膽 最後當然是回酒店 舒舒服服服地吃 忍不住 都是買了生蠔 早上八點多吃生蠔是什麼事 其實這個價錢都加起來 是有點貴的 是超級豐富豪華的早餐來的 但是 無所謂 都是一次半次 超級大顆 嗯 它的炸子很好吃 很厚 嗯 你吃完了嗎 看 它是裡面一絲一絲肉的 嘩 口感很棒 因為這個市場都不遠 在南波的下一個站 然後出口走兩分鐘左右就到了 我覺得 你走黑門市場走過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這裡看看 但是它就不是一個很舒服 可以走很久 因為外面都只有一些木椅 還有一個站在那裡 有些桌子的區域可以吃東西 都要找位的 因為不是很大 亦有很多遊客 可以體驗一下 又不是說一定要去的 始終如果你想要便宜 可能是百多元 下樓的話 那裡要排隊 我會覺得上次在福江那裡 那裡 那裡看起來 沒有那麼厲害 我上次十點多去到 都能吃到 這裡我七點 已經要排幾兩個小時 我就會覺得太誇張了 整條舌頭 很奢侈 嗯 和我的臉差不多大 很不客氣 很飽 好了 臨走之前 和大家看一下 今次住的酒店房 最特別是 它不是用卡或鑰匙 是按密碼的 而且今次的房間是一一一一一 一進來 就會看到空間也不錯 我覺得它不是最小的那種日本房 你看到放了兩個行李箱 其實都夠位的 就算打開了 有條窄窄的路可以走 不是那些兩個行李箱 不能平排打開的 然後進來 右邊會有個 沒有門的衣櫃 我就會把一些髒衣放在這裡 或者我要出去的袋子 然後左邊有個小小的廁所 會有浴缸 然後呢 就會有所有的毛巾 牙刷 然後 最特別的 就是它說水龍頭的水可以直接喝 當然我不敢 這個水龍頭 撥過來這邊 就會變成浴缸加水 都很方便 而且它的花灑 都說到是很特別的 又說它會洗 會潤 之後 濕度會很好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雖然我不是很理解一個漂亮的花灑 是差多少 但是呢 它出來的水花 在頭、面、身 都是蠻舒服的 特別是 將它勾在上面之後 好了 浴室回來 房間 就會看到兩張床的房 今次訂了 是這樣 兩張 然後呢 這裡 有一個很可愛的服務 它原本的枕頭 是蠻硬的 下面在Lobby 可以選擇自己喜歡淋到的枕頭 我這個是說女際專用的 媽媽就選了一個中間 硬度、軟度的枕頭 白色那個 你就在下面那裡隨意自己拿 然後呢 再走到過來 就會有個小小的雪櫃 裡面是什麼都沒有的 我都沒有用過 然後有一張桌子 然後有一張沙發 所以呢 今早我們就在這裡 看到很多垃圾 因為買了一些海鮮回來吃 都挺方便 然後走出來 這裡呢 去到走廊的這個地方 是有水機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說怕要煲水 那些東西 不過呢 我就不算很推介這間酒店 因為它在本丁站 然後附近沒有什麼 只是在酒店樓下 不需要出酒店 有家Family Mart 附近也有一間藥妝店 那間藥妝店挺划算的 那些東西我們對比過煤田 心齋橋 價錢是比較划算的 但是除此以外 就沒有商場沒有性 所以就要想一下 我選擇這裡的原因 就是我看到它有三條地鐵線 而且在地鐵站一出來 一分鐘也不用 十步走到酒店 但是呢 無論去煤田也好 去蘭波 或者心齋橋也好 都要搭一搭車的 這個就是我對這間酒店的留言 然後價錢呢 我住了三晚 大約是二千元頭 六百多 七百元不用一晚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要保持住 我們就去了前面的桌子 其實這間酒店是不用檢查 因為不需要橫鎖匙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這麼多種不同的枕頭選 都挺開心的 然後呢 也會有一些睡衣給你 在這裡拿的 就是方便我們 去溫泉那層 溫泉在三樓和四樓 男生和女生分開層數 然後呢 跟平時現在的日本酒店 都很相似 有日用品可以拿的 例如牙線 瘦口水 然後一些護膚 梳 化妝棉 棉花棒等等 我都覺得是很方便 還有就是我剛才所說 一出酒店 第一道門 旁邊 都未出到街 就有家家庭 都很大的 不要開玩笑 應有盡有 所有的東西都 然後呢 我們又出回來 就到了車站了 是不是很方便 好像有感覺 這裡呢 有三條線 分別是 這個 Yotsubashinai Twonai 和Mitosuji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但其實最近呢 只有 Y這個 一下去就是 其他那兩個 是要走一會 特別是紅色的 M字頭那個 線 是要走成差不多十分鐘 所以呢 我就覺得一般 不算特別 超級推薦 但最好的地方 就是她有電梯上來 好了 這些就是我今次 和媽媽去大阪的 一些小碎片片段 是 的確比較零碎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有些行程 我都覺得 可能比較少眾大家 有興趣? 我不知道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 非常之好 我也不敢說 叫你們like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